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肖慧文 南加州桥界将在7月14号 在工业室举办台中杯高尔夫球友谊赛 曾经在洛杉矶担任公职 目前是台中市副市长的令狐荣达 他也应邀特别参与这场盛会 提前为2020年台中市所举办的 台世界大学高尔夫锦标赛进行暖身宣传 为了欢迎中华民国台中市令狐荣达副市长 及其防灭团队 乔务荣誉职的多位委员 包括高企正 梁永泰 朱碧云 陈灵华 池景林 吴盛奇 杨家干等等 共同发起召集的大洛杉矶地区欢迎晚宴 将于7月14号周日晚上6点在工业室举行 这次活动除了感谢令狐处长 在朱洛杉矶经文处任内的贡献 乔界也特别集结了各方的资源 欢迎老朋友回来 晚会上令狐副市长将就幸福城市展望台中卫主题 发表专题演讲 欢迎乔界代表以及社区人士前来参加 他这次主要来的目的 当然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希望为台中市能够招商引资 那么另外一点 他当然是希望能够跟姐妹市 能够再把这个关系再紧密地联系 所以我相信他这次来乔界的朋友 很多都要去参加欢迎的晚宴 那么也希望各位媒体的朋友多多地报道 到时候一起来采访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主办单位也发布了一些活动讯息 7月14号周日上午10点半 将举办一场洛杉矶高尔夫球连衣暖身赛 希望大家以球会友逛街深渊 除了高尔夫球赛的活动之外 练狐副市长也将率领访美团队 走访姐妹市圣地牙哥 土桑等城市 促进未来的经贸合作关系 并且大力行销2020台湾灯会 世界兰花会议级展览 以及世界大学高尔夫球锦标赛等重要的国际赛事 希望吸引并促成美国各界赶赴台湾观光旅游 关于活动的更多资讯 您可以联络屏幕下方的电话进行了解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